我们知道随着乔治和费尔顿的签约 雷霆队下个赛季要支付的薪资和奢侈税将达到3亿美元 其中奢侈税就高达1.5亿美元 其中安东尼下赛季的近2790万美元的合同成为球队中最大的负担 主要还是因为上赛季的表现没有打出应有的身份 所以安东尼成为了雷霆队奢侈税的牺牲品 所以球队裁掉安东尼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为什么要裁掉安东尼 大家都知道是为了省钱吗 那么到底是裁掉还是买断呢 这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那一种更省钱呢 答案是直接裁掉 如果选择裁掉安东尼 2800万美元的工资亦分不少照样付 只不过他们可以延期支付工资而已 每一年支付的工资照样占用空间 照样要付奢侈税 可以理解为球队分期付款工资和奢侈税 以三年平均分2790万美元的合同 未来三个赛季可930万 雷霆下赛季可以省掉接近一亿的奢侈税 但是球队会白白损失了安东尼 据NBA最新工资特赦条款 一支球队可以在一个赛季内裁掉队内的任何一名球员 该球员的工资将不会占用球队的工资帽 同时该球员的工资不再算入球队薪金总额 使用该条款裁员的球队 主要是为了薪金总额超过工资帽 来避免缴纳奢侈税 所以说只要雷霆队裁掉安东尼 他们可以省下近2790美元的工资 可以不计奢侈税 但是球队仍然要一分不少支付 安东尼2790美元 这样一来 球队可以省下近1.2亿美元 这无疑是雷霆队最好的选择 但是安东尼毕竟是联盟的全明星球员 被球队裁掉可以说面子上挂不住 就看雷霆队能不能狠下心了 当然也要看双方的沟通 就看来